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今天我想我们待会也会讲到比较详细的跟大家来讲到 目前美国对于Johnson & Johnson强生的新冠疫苗 目前是进行了一个暂停使用的指令之下 经验收盘强生收跌了1.34% 所以这也让所有跟经济复苏的概念股 普遍都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 今天CDC跟FDA联合发表声明 建议暂停使用Johnson & Johnson的新冠疫苗 主要就是因为已经有导致6名的接受者 出现罕见或者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病例 不过我们待会会讲到这个数字 其实在美国目前所施打的680万剂的剂量 比起来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比例 所以目前所有的卫生专家 虽然是非常小心的来对于目前的出现的 负面反应进行研究调查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打到疫苗的地方 大部分的这个卫生人员 还有这个医疗相关专业人员呢 还是会建议你要来赶快施打疫苗 那我们待会会讲到这个话题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赶快看一下 其他市场相关的消息 首先就是这个比特币今天又是大涨 在我们现在节目的当下呢 已经是涨到了62,987.40点 是再度的创下了高峰 涨破了62,000美元历史新高 从今年初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是飙涨超过了114% 而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Coinbase呢在礼拜四也会上市 礼拜四也会上市 所以很快的加密货币这个相关的 我想相关的消息呢也会越来越多 而且在礼拜四之前 应该我们也会迎来更多比特币的上涨的 这个可以说是一波一波的这个幅度吧 那再来呢就是Epic Game 就是腾讯他们拥有部分股票的 堡垒之夜Fortnite的游戏开发商Epic Game 其实Epic Game呢在这个月 跟苹果之间的这个诉讼就要开庭了 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持续关注 Epic Game跟苹果之间的交锋到底谁输谁赢 那今天最新的消息呢就是 他们在今天表示新一轮的融资当中 筹集了10亿美元 跟上一次的集资估值是高了66% 所以Fortnite虽然现在 他们的游戏开发商Epic Game 跟苹果之间是有比较复杂 而且令人感到十分担心的法律诉讼 不过在他们的融资上面 现在看起来市场 尤其是投资者对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 再来呢就看到了拜登 他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今天是访问了欧洲 他表示美国将会在德国增派500名的军人 来加强双边的关系 我们知道前任总统川普呢 在任的时候跟德国关系是相对对立的 而且打算要减少驻德的美军 不过拜登今年2月的时候就说 要来搁置从德国撤军的计划 这样子的一个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呢 是受到德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那今天奥斯丁又把这个丁子又把它定身了一点 说会在德国增加500名的军人 再来就是长次轮了 长次轮现在虽然已经是脱困了 苏伊士运河 但是还是没有离开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赔偿金还没有付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来为观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 目前估算呢 赔偿金可能会是10亿美元左右 那今天呢 最新的我们从运河管理局 这个来自于法院的预令 这个数字最后应该是会在9亿美元左右 不过目前长次轮的传主表示 还是在跟政府进行交涉当中 那9亿美元是要赔偿什么呢 就是以长次轮搁浅造成的损失 还有抢救及维修费用来计算出来的 不过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这个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介绍了 其实造成的损失 这个当中其实只要运河再度开通 这个损失是可以弥补回来的 但抢救跟维修费用呢 这当然我想可能长次轮 他们如果想要回避的话 是不太可能的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 疫苗的相关消息 Johnson Johnson 现在这个在美国施打疫苗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非常的平顺 已经有6人出现了血栓的现象 其中一名的病人因为血栓并发症不治 而另外有一个人 目前的情况是相对危急 所以今天呢CDC跟FDA就发表 联合声明表示 到昨天为止 美国总共施打了680万剂的 Johnson Johnson的疫苗当中 有6人出现了严重 但是相对是罕见的血栓的状况 那年龄呢分别是在18到48岁之间的女性 症状在接种疫苗的6到13天之后出现 其实这个年龄层还有这个族群呢 是之前我们看到 Aktrozenica的这个疫苗 所有的并发症当中 也是同一个族群 就是年纪相对是比较轻的女性 目前对于这个血栓的相关的副作用 看起来比例是相对高的 那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疾病中心的高级官员 舒查特 他就表示呢 接种这个疫苗一个月或者是更久的人 目前是可以不用担心 如果说要这个相对注意的话 如果你打了J&J之后还是比较紧张的话呢 那就是来看一看你是不是有头痛腹痛腿部疼痛 或者是喘不过气这些症状 如果有的话呢要赶快来联合医护人员 不过目前在全美国 Johnson Johnson这个J&J是看你是犯人 招生还是强生的疫苗的接种人数 是不到百分之五 所以呢 目前如果说这些已经是预约了 要来施打招生疫苗的民众 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美国是有其他足够的辉瑞 还有Moderna的疫苗可以让这些民众来施打 所以在纽约呢 如果说你今天已经是约好了 你的这个疫苗施打 是要施打Johnson Johnson的这个appointment的话呢 是不用取消 你照样到接种点 州政府呢会提供你辉瑞的疫苗 对是辉瑞的疫苗 那另外呢 这个比较有趣的就是 像这个白思豪跟Como 这两个一个是纽约的市长 一个是纽约的州长 他们两个自己本身接种的都是招生疫苗 那目前在整个纽约市 施打将生疫苗的大约是23万4000剂的疫苗 目前是没有人汇报任何血栓的反应 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施打的话呢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不需要太惊慌 通常施打在13天 6到13天之间 如果是有副作用的话 应该会出现 如果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之后的话呢 出现副作用的可能性是相对来的低的 不过当然还是多多观察自身的健康情况 那在其他的地方 Johnson Johnson并没有目前全面的停止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非常多的医学专家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动作 因为比较起来呢 出现负面的反应 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所以跟新冠可以给你身体带来的负面作用 如果以数学上来算的话呢 还是是打疫苗给你的这个正面效益还是比较多 所以但是呢再说回来 如果你打了的话 就是如果出现腿疼头疼或者是呼吸急促的话 要赶快来跟家庭医生来进行联络 那再来呢就是短短的看到加拿大这边 现在在新冠的第三波 尤其是在加拿大东部Ontario 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 Ontario这边的卫生厅就表示 这个礼拜将增加几百个深切治疗的床位 来因应涌进医院的大批新冠的病人 而这些病例呢正把当地的医疗体系 推向崩溃的边缘 是不是听起来觉得好像是回到一年前 纽约当时的整个医疗体系所面临的负担呢 现在在加拿大的Ontario就是同样的情况 所以如果说您原本已经预约好 要做一些这个是比较没有立即时效性的手术 我想可能要来检查一下 跟你当地的这个医疗机构来联络一下 非常有可能的就是这一些所有的手术 都会往后来进行一个推动 那再来就是要看到拜登的相关消息 以及拜登他整个团队在外交上面 我们所看到的比较大的进程 尤其是针对台湾跟中国 首先呢就是拜登今天跟普丁 他们两个人是又通了第二次电话 拜登他对俄罗斯在这个Krimea 还有这个Ukraine旁边的集结的兵力 是表示他非常的关切 也是要告诉普丁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 请你在这边呢 在这个行动上面要考虑套下这个全全世界的一个局势 而且在这一次的通话当中 拜登也提出在未来几个月 可能会跟普京在第三国来举行峰会 这也是两个人在拜登上台之后第二次通话 并且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正式的亲自的会面 也是设下了一个基石 那要讨论什么呢 应该会在军备的控制伊朗核计划 还有阿富汗的气候变化方面来进行讨论跟合作 那再来呢就是拜登他说的 他一个这个交情非常深厚最好的朋友 76岁的陶德 因拜登的要求要率团访问台湾 应该在今天已经动身了 他在台湾的期间呢 他会来会见台湾的总统蔡英文 也会与台湾的国安跟外交高层来会面 那这一次的这个出访呢 虽然是这个是拜登他说他非常好的朋友 不过当然是一个非官方 unofficial的一个性质 是为了这个主要的原因 要纪念台湾关系法立法42周年 这个成员还包括美国的前国务父亲 阿米塔吉以及史坦伯格 那声明当中就强调 美国会与印太区的朋友 还有盟友站在一起 来推进共享繁荣安全 还有其他的价值 包括深化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访问团将会在台湾时间14号抵达 预计会待到16号 那台湾这边呢 相信会提出来讨论的就是 期盼美方继续提升对台湾的支持 包括在经贸安全领域上面 可以达成一个具体的进展 所以这是针对台湾 那对中国的话呢 美国国务院今天就宣布 气候变迁总统特使 也是这个之前的国务卿 科瑞 John Kerry将会在14号到17号 访问中国上海以及南韩的首尔 这也是首位美国的政府官员 访问中国 那科瑞在这次的会议当中呢 应该会在上海会见 中国的气候变迁事务代表 解正华这个是中美之间 其实唯一一个也是非常必要要合作的领域 就是在气候变迁上面了 那科瑞这次跟解正华之间的这个讨论 会有讨论什么议题 以及在目前中美陷入高度紧张之际 两个人可以以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来促进 两国之间的部分的合作 我想这都是大家十分关注的 所以在接下来这几天相信我们的频道 以及我们的姐妹频道当中呢 都会进行大量的报道 那再来再把目光转回到美国 还有这个目前在美国的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在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了 国会民主党针对 针对这个全美国所看到的 反亚裔的暴行的情况 就推出了新冠仇恨犯罪法案 而今天呢也进行了一个记者会 出席的有Chuck Schumer 还有Nancy Pelosi及孟昭文 都是希望在这个礼拜就可以把法案通过 对于保障华裔的美国人 有一个更严谨的一个法律的架构 其实这个法案呢 最早的时候是在去年孟昭文 他就5月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 但是在上一阶的国会并没有办法通过 那这一阶的国会呢 他跟日裔的参议员庆典 庆典庆子 他们分别在中院跟参议员再度提出 所以希望在目前对于亚裔仇恨犯罪 是快速上升的当下 可以来加速这个法案的通过 那这当中要求什么呢 就要求司法部要派指专员 加强对疫情相关的仇恨犯罪的审查 来提供多语言的线上举报系统 也可以让地方机构知道 怎么样更有效的调查 像是针对亚裔相关的犯罪的行动 那在疫情以来呢 孟昭文说 亚裔社区在抗击 对抗两种病毒 一个就是新冠病毒 一个呢是反亚裔的仇恨 所以这个希望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可以给亚裔有更多的保障 那舒默也说 他是喊话共和党的 他的其他的同事 大家对于这个法案呢 应该要有两党的全面支持 他说我希望 可以有超过60名的参议员表决支持 因为你为什么要来反对这个法案呢 这是非常简单 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是不是能够通过 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持续关注 那再来呢 就来看回到这个纽约州 纽约州的这个市长 纽约市的市长选举 当然在今年要 这个终于是要隆重的上台了 那在这之前呢 民主党内到底是谁会胜出 这其实目前还是非常的难讲 当然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呢 大家可能都已经是注意到杨安泽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 不过呢 这个杨安泽目前在 民主党内的初步民调 看起来还是稍微领先 虽然说大概是有一半的 民主党的这个 有投票资格的选民 他们还没有决定好 是要投给谁 不过杨安泽目前看起来 他的护身是比较高的 那所以在纽约州这边 在大概三个月之前 还是封得很贱的州长 Como 他对于纽约市的市长 是他要来挺谁的这件事情 目前呢 有点是这个热脸贴脸屁股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参选人 都希望Como来对他们进行背书 主要就是Como自己本身 在养老院 还有信息而指控的 这个乌云满布的情况之下呢 很多人是希望可以跟他划分 一个比较明确的界线的 但是华裔的参选人杨安泽 还有前花籍集团的副主席 马奎尔两个人呢 则是对于Como 要对他们的背书表示 十分的欢迎 Como他就说 作为下一任的纽约市长 能力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过好市长 也进入过不够好的市长 那这当中我们也知道 他其实跟目前纽约的市长 白丝毫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所以这个对于 接下来的参选人来说 跟Como之间的关系 是否打好 这其实对于 如果真的选上之后的 政治的角力 以及对于他们政策的推行 都是相对重要的 因为Como呢 虽然说现在是丑闻缠身 但是他的民调上面的支持度 其实还是过半的 而且让我认为 他应该要下台的民众 这个是不到一半 大概是 不知道有没有到35%左右 所以他非常有可能 还会再来选纽约州长 而且还是非常有可能会选上 所以杨安泽跟马奎尔 目前表示欢迎Como的支持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两个人对于未来的布局 是看得比较远一些 那再来呢 就看到加拿大的新闻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孟晚舟案应该在五月 就要进行一个 引渡案最后的聆讯 并且就决定 他是不是要被引渡到 纽约的法庭 针对华为的这个法律战 进行下一波的诉讼 那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文件 就是华为跟汇丰之间 他们的这个来往的文件 是不是可以成为呈堂共振呢 现在最新的进展 就是昨天在香港的 高等法院的听证会上 孟晚舟的律师 跟汇丰控股的律师确定 他们已经就相关文件 达成协议 而孟晚舟认为呢 这个文件是有助于 他可以在接下来的 引渡的官司上面呢 帮助他打一个大胜仗 孟晚舟早前曾经在英国 提出这个诉讼 希望可以迫使汇丰 交出这些文件 但是最后没有成功 所以到香港法庭 现在是双方以和解 作为一个最终的结局 我想这对孟晚舟来说 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那双方代表 虽然是已经确认 有协议达成 但是对于内容当中 到底是有什么 是没有想加的说明 目前只知道的呢 就是这个文件 应该是包含在 这个文件中资讯 如何做编辑 还有修订处理的内容 等等的 这都是会在我们这次 陈塘共振上面 可能会看到的 上个月呢 华为也公布 他们收入的增长 是大幅的放缓 这个孟晚舟 我想当然不是有直接关系 但是有最直接的关系 就是美国对于华为的 在商务部上面 这个商务部对于华为的 这些原料 以及这个非常重要的 一些零件的制裁 对于华为是有非常严重的 一个负面的影响的 而且第四季度呢 华为这收入出现了 非常罕见的下滑 所以看得出来 美国制裁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这可以说 对美国的角度来说 是有用 那对华为的角度来说呢 就是打在痛处了 在周一执行的 另外一场记者会上面呢 我们就看到华为的高层 他们就表示 美国针对华为的行动 已经给华为造成了 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就强调 在美国限制华为 获取晶片的背景之下 华为呢 努力求生的当下 要来推进 这个先进的工艺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是不是代表 未来这个 是不是在 尤其是5G的竞争上面 会开始有个明显的落后呢 这是目前 尤其是华为 内部比较担心的 而徐志军在之前的 分析大会上面就说 我们的目标是活下来 今年会有时间思考 怎么样更好的活下来 所以眼下之意就是 华为是活了下来 但是要怎么样 更好的活下来呢 这是现在最重要的 一个讨论 那最后呢 就来看到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 去年外国针对 加拿大进行的情报 还有干预活动 数量呢 是创下冷战结束之后的新高 而外国的情报人员 除了在加拿大收集 生物制药研究 这些与疫情相关的情报 也开始骚扰 在加拿大境内的异议人士 逼他们闭嘴 在去年接触了 225个加拿大机构 像超过2000人讲解问题 还有做出提醒 而今年呢 还是会进行同类的工作 而这当中面对 主要是暴力集团主义 外国干预 还有外国间谍活动 以及恶意的网络活动 那其中呢 我想各位观众 会比较有兴趣的 就是外国情报人员 会透过一些 非传统收集者 就是non-traditional collector 如研究人员 或私人公司 在加拿大收集政治 经济 还有军事情报 而这个报告当中就指出 中国的千人计划 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下午的北美生活新闻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